嘉義東石布袋的柯架柯棚 這一次也因為颱風的關係 損害得相當嚴重 可以看到就在東石的岸邊 這些柯架已經是整個流失了 那麼怪獸也緊急的出動 要來將這些柯架給調離 而在嘉義東石 其實有一個號稱是最美的馬桶 它是因為地層下陷的關係 所以這個馬桶是赤裸裸的設在岸邊 而在馬桶的四周也可以看到 都已經是布滿了整個的柯棚 要靠近拍照根本是不可能 而農業處也說 這一次東石跟布袋 有8500座的柯棚 受到了11級峰 跟4到5米的浪來摧毀 但你聽看他怎麼說 那對我們海上的養殖柯棚來說 要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損害 那現在我們估計 在海面上養殖的 浮發式柯棚大概有8000棚 那平掛式牡蠣大概也有300公頃 那都受到全毀或半毀 還是說柯條柯串 牡蠣掉落的這樣子一個損害情形 那目前估計損失達到 1億6200萬 那麼雖然說柯棚還在 但是他的繩索已經是斷裂 而且柯串全部碰撞 都已經無法再使用 那麼也預估將有8、9成的 柯棚摧毀流失 損害高達1億元以上 謝謝你